好無聊的手機唷 Woo! Woo! Wa! Mobby 極空戰甲採框系列讓你不無聊 哈囉,大家好們早安,我是電探少女人 本週的氣溫突然降了一些 大家記得要做好保暖 也要記得戴好口罩並且勤洗手喔 那在3月份的第一週發生了哪些科技大事呢? 今天準備了三則新聞要來跟大家分享啦 首先是關於Google Pixel 4a 的消息 這兩天知名怪料網站Slashflix 曝光了Pixel 4a的實機外觀照啦 從圖片當中可以發現這隻手機的正面螢幕左上角 有一個前鏡頭的開孔設計 那這也表示Pixel 4a可能會跟上目前的主流 並且成為Google首款採用開孔螢幕的手機喔 而螢幕大小應該會落在5.7吋或5.8吋 轉過來背面的話感覺機身應該是採用霧面的磨砂材質 那實體的指紋辨識鍵也回歸了 在主鏡頭的部分呢 是延續了跟Pixel 4系列一樣 採用這個矩形的外框設計 但是這次似乎只有採用單顆鏡頭 然後並且保留了一個補光燈 那傳聞是說Pixel 4a可能會用高通S730處理器 或是也有機會可能會用上最新的S765系列處理器 並且會配備4GB的記憶體 加上64GB的儲存空間的這個配置 至於其他的硬體規格呢 就還不是那麼的清楚 但因為Google前一陣子也宣布取消了今年的Google I.O開發者大會嘛 所以現在也還不知道就是Pixel 4a 到底會用什麼樣的形式 以及會在什麼時候正式跟大家見面 有人自己其實非常期待 但現在也只能跟大家一起等待官方的消息囉 嗨 我們還記得蘋果的電池門事件嗎 在2017年底的時候 曾經爆出就是蘋果他為了要來延長一些救機種他們的電池 還有整體設備的使用壽命 去刻意降低某些救機型他們的使用效能 雖然事件爆發之後啊 蘋果他們有馬上祭出了一整年的降價換電池的優惠活動來滅火 但其實整個風波呢還是一直延燒到了現在 而本週啊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蘋果會再支付最少3.1億美元 最多5億美元的賠償金來作為集體訴訟的和解方案 不過這個賠償呢 只會針對就是美國地區的用戶 那只要是符合一旁圓這邊列出的機種啊 據說每一支iPhone蘋果官方呢 都會賠償25美元 那換算下來呢 大概就是一支是台幣750元左右 而在這次的訴訟之前呢 蘋果其實已經被法國還有義大利政府 分別開罰了2500萬歐元跟500萬歐元 只能說真的是付出了不少的代價 那不知道這次和解之後 大家覺得事情是不是真的就會告一段落呢 最後一則新聞 台灣5G首播蘋果競標呢 已經在2月21號的時候結束了嘛 你們知道總標金有多少錢嗎 達到了1421.91億新台幣 直接衝上全球第三高 那在標案結束之後呢 NCC也表示會協助業者儘速開台 那也預計最快會在今年7月的時候就啟用服務 不過對一般消費者來說啊 其實最在意的還是 如果我想要5G到底要付多少錢 這個資費方案究竟要怎麼算呢 本週台灣大哥大呢就搶先其他業者 率先提出了5G資費方案啦 他們是祭出了你只要月付1399元 就可以搶先享用5G上網 還要往內戶打 以及往外通話等等的優惠 那其實之前我們編輯們私底下在討論的時候 都覺得等到5G開通 這個資費起碼都要破2000以上 但現在看一下這個價格 好像還蠻ok的耶 不過台灣大哥大官方後來也有出面表示說 目前這個還不是他們最終正式的final版本 而比較像是就是他們提供給自家台客大用戶 一個類似早鳥預約的形式 讓他們現有的4G高資費用戶之後可以優惠轉5G 至於後續的5G資費到底確切會是多少錢 以及可不可以就是吃到飽等等的都還需要再討論 但起碼現在大家心中應該會稍微有一個底 知道可能價位會落在多少的對吧 那除了台客大之外啊 也有傳出其他的電信業者也正在就是規劃自費方案當中 所以又想要就是搶仙田無絕他有 我們就儘後加音吧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週的科技小電報啦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要記得追蹤電塔上你的IG喔 我們下次見啦掰掰